后方的这一位原唱大咖 他的江湖地位有多高 我们不妨直接跟他 好好的来交流两句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请问您会说粤语吗 可不可以说两句来听听 那请问还有哪些巨星 演过你的MV呢 刘德华也有过 然后还有陈奕迅也有过 这样子我说跟我合作过 拍电影的巨星好了 等郭复诚 刘德华 刘德华 还有成龙大哥 所以他也不是成龙 可是他就跟成龙同一个等级跟时代的 我觉得你的江湖地位跟校长差不多 我没那么老了 还没那么老 等一下 生气了 还没那么老 也不敢说了 我们敢来 请问一下 你说这张专辑你痛到不愿意再提 为什么 因为感情的问题 好 我们暂时跟原唱的交流呢 先到这里 要让我们期待原唱出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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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感觉轻易到尽头 虽然你说你会回来 虽然你说不会更改 但谁又把我明天会是怎样的安排 我是鹦鹿浮现在脑袋 只怕这一次真的落幕 早已知道没有结果 早已明白不能将军 但若能够多一票 低温重我也需要 爱得太多 爱得太猛 爱得我必须不把我的心捏住最后 只等待你永远悲酒的眼眸 给一点温柔 爱得太多 爱得太多 爱得我一个人寂寞的像一个伤口 只怕会受不了自己听这种 回伤得太重 爱得太多 谢谢 谢谢小三 往事已默默昏现在老海 只怕这一次真的落幕 早已知道没有结果 早已明白不能将军 但若能够多一票的温存我也需要 爱得太多 爱得太多 爱得我 不得不把我的心一直追悟 只等待你偶尔回头的烟幕 给一点温柔 给一点温柔 爱得太多 爱得太多 爱得我一个人寂寞的像一个伤口 只怕会受不了自己的温柔 回伤得太重 爱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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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得太浓 爱得我 不得不把我的心一直追悟 只等待你偶尔回头的烟幕 给一点温柔 爱得太多 爱得太多 爱得我一个人寂寞的像一个伤口 只怕会受不了自己的温柔 会伤得太多 爱得太多 只怕会受不了自己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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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伤得太多 爱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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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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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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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让我们欢迎歌坛传奇王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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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让我们成功唤醒的这首歌曲 是王杰大哥在1994年 发表的歌曲《爱得太多》 收入在专辑《候鸟》当中 再次欢迎你 王八 你刚才怎么了 你怎么了 小小妹妹 黄妈 你知道你刚刚那个样子 四个字代字归忠 赶快去补妆 赶快去补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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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吗 有纸吗 赶快抹一点自然糖 自然素颜的美善呀 你知道吗 黄妈你演艺圈 因为我看你表演这么多次 这一次最棒 因为你在你的偶像 王杰大哥 完全手足无措 对啊 小鸟艺人 我现在都不敢转头看他 你看一眼 看一眼 快点 杰哥在看你 王杰老师 我现在站起来 我不是做节目效果 我要告诉你 学生时代听到你的歌 改变了我对音乐的看法 因为我那时候 我觉得说 那时候的中文歌 都还没有像西洋音乐 做得这么好 但是当第一次我在街上 听到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惊呆了 我觉得这就是 华人流行音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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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开启了我们很多人的音乐的启蒙 那时候台湾呢 口号叫做 昨日的浪子 明日的传奇 王杰就出道了 这张专辑总销量 1800多万张 哇 那是无人能及的一个数字 这个记录叫做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哇 谢谢 谢谢 但是那首歌 到底是哪一首歌的MV呢 对 你跟张曼玉拍的MV是哪一首歌的 就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哇 对 我还最记得拍那个MV跟张曼玉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笑话 那我记得去化妆室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女的 翘着两只腿在椅子上坐 哎 这个化妆师 长得蛮有味道的 你把张曼玉当化妆师啊 对对对 我认识了 我就偷偷给她讲 我说其实 我不太喜欢化妆的 你可以轻轻地帮我画一下就好 她就 我就当成昏在那边了你知道 我还以为她也说 你怎么不赶快帮我画呢 我们要现场听 对 一场游戏 一场梦拜托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虽然你影子还抽现我眼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哦 为什么到别离 说什么在一起 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信仰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谢谢 谢谢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虽然你影子还抽现我眼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不该有你 啊 那个时候还有好多好听的歌啊 是否真的一无所有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忘了你忘了我上太阳路回家路 太多了 所以 其实我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每天回家哭的 因为我那时候不懂 然后那个有些字哦 不太了解它的法律的人 就一签下去 就完了 一年要出四张唱片 哦 合约都签了 又要工作了 会有恐惧感 会吗 以前在做唱片 不像现在有produce gig 这么快 那个一张唱片 起码都要两三个月 没错 还有唱片出来要拍MV 现在的乐坛其实 对90的或者00的很不公平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什么叫做唱新 现在做唱片太容易了 所以我看到这点 我自己觉得很伤感 所以于是呢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花了这十几年时间 被排斥也好 怎么样都好 可是我很快乐 因为我十几年写了 十几二十首歌 都是我自己写的 这是最后一张唱片 出完了 只要一出了 我就会离开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我会突然间出 OK 对啊 然后突然就离开了 然后就退出 退出江湖 对 我就是这种人 来无影去无中 不要啦 好像江湖高手啊 我真的喜欢这样 又不舍 又觉得心疼 那可不可以再多唱两首 您的经典座让我们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的 安妮好了好不好 好 因为你们会唱嘛 对不对 会会会 好不好 A minor OK 好 记得一起唱啊 记得一起唱啊 你 走进 闭上眼睛 你 想起你的情 能忘记你 我成有的约定 长夜 长夜 漫漫 默默在哭泣 心中无限 痛苦 呼唤你 爱你 我不能失去你 爱你 谢谢你 这首歌是我十三岁半写的歌 十三岁半 太厉害了吧 第一个初恋的女朋友 就叫安妮哦 对对对 她是小儿麻痹症 可是她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可是后来因为放暑假 我出车祸就不在了 我就第一次进电视就唱这首歌 王杰老师 感觉你这一生都在失恋当中 是啊 都在失恋 为什么 因为你说今天唤醒的这首歌 也是很痛的故事 我记得那时候 跟一个女的 我们很相爱的 可是后来因为 她出来了一个男的 有一天 跑来跟我讲说 你不要抢我女朋友 我跟她青梅竹马 我就是真的在大雨中 真的不骗你 我就这样子 跟她喝完东西 我说你等我一下 后来我就走掉了 就是那个女的 就把她留在餐厅等 就是她似乎只告诉我一封信 她说你是一个混蛋 她说这种东西都可以让 她说好 我明天就结婚给你看 就退出了 对啊 对 哇 好多回忆哦 是 今天谢谢 谢谢王杰大哥 在我们的舞台上面 跟我们分享了过去 自己生活当中的 那么多很真实的故事 而且跟她呢 聊天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感受得出来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无愧于我们当年 对她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 让我们祝贺爱得太多 唤醒成功 我签哪 签她上面 这个没有写财产分配权 杰哥怕了 杰哥好怕 杰哥好怕 好怕 你把自己脸都签掉了 不是 我把自己做起来 又害羞 好 再次祝贺爱得太多 唤醒成功 谢谢 谢谢王杰大哥 谢谢 也谢谢黄岐山 唤醒这支歌曲 谢谢 谢谢 我 我们走吧 我们走了 我手头已经表现得 非常非常的棒 哎呦 干嘛一直这样 寒情默默的看着我 我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唱歌 热门羞涩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有人都看到了 我觉得这节目真的让很快乐 很高兴 风华是一指流沙 沧桑的是一段年华 谢谢 谢谢王杰大哥 他把他的故事和他的回忆 他的歌声 能够在这么多年后 依旧给我们带来感动 让我们明白 人生不是游戏 不是梦 谢谢他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